今年四月中立法委员中加军 向高通保管公教 致出到1500万的金会 从保重新欧川这帝 已经登记访会 高优土地改建作公园 提供传名一个休憩的充足 现在港町完港路 保重香港所 押在今天 既行生菜去用电力 请剪裁 来谢谢我们今天回散的 在加军的努力当中 用了国有采燃机 整出这家地 要为我们做过几个 我们新欧社区的 社区一个老人休息的所在 非常感谢加军 在9年103年 整出1500万 来我们新欧社区 今年104年 11月底来完成 今天要来落成 非常感谢加军 因为看到北平民那边 要有七分多地 所以他也向官公局 整出的800万 现在已经资到 我们在保重公所 要八百万 要继续给我们建设 那边北平民的七分多地 民族买一家地 会说方式非常大片 在澳川民 就可以来家 问东散布提新 他们的生活品质 让我们新欧川 休息公园 原本 是一边的杂乱超播 和会期的水平 但是是我们 中加军立法委员 全一个支持 我们船民 阮盟很久 和我们 中政国厢长 全一个支持 和配合资亚 来建设为公园 还在第二期 八百万 的经费 也已经来到 香港所 我刚才当时 求比 加军 跟他们 心目过 让他们 继续来 完成第二期 让这个公园 还在 收拾 和美观 还在 发展 这个休闲 游戏公园 那时候在争取的时候 我有陪同 加军委员 来到现场 所以未来 也会继续向 就是中央争取 如果有机会 也继续向 中央争取资源 到我们的偏乡来 不管是提供 社会福利也好 还是说提供 我们的公共建设也好 当初 整篇都是 继续 风雨的抗地 经过19岁的感觉 现在已经变成 新欧传民 设计 休闲的好所在 公司也希望 刷路来 可以结合 付近的金点 来带动 保重的发展 既然 五乡品 采访 不得